嚣张的邻居啊 把空调外机装在我家墙外 还一次要装八个 把我给气疯了 搞得我现在没办法装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两年前我在这边买了一套二手房 装了八个空调外机 我现在回来之后 我真的是弃了无地之容 我的房子在左边 他的房子在右边 我左边根本装不了 你说装在我的房子的右边就好了 右边的话旁边可以装一下 然后呢 我就去找隔壁邻居去理论 隔壁邻居开门的时候是一位阿姨 当时呢 他的话把我给气疯了 这套房子买了差不多有两年了 进去住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都是在冬天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住一下 平时呢都在外面上班 今年呢是因为暑假 外面的单子比较少 公司业务量变少了 我也没有被裁员 而是选择修一个连甲回来 然后差不多两年连甲一起修 差不多有30天吧 然后就打算呢 把这个空调给他装起来 毕竟房子买了这么久了 没有装空调的话 这夏天真的很难熬 可是呢 这空调外墙 这边是我是装不了的 广道没那么长 我想延长个广道 但是我感觉很麻烦 然后我还是想装在这边 没想到邻居呢 装了八个空调外机 然后我去问他 这空调外机是不是你们的 他说不是的 然后他说是旁边餐饮的 后来呢 我去找餐饮 餐饮又说不是他的 但是我看到这个广道啊 自己连接到他的坊间里面去了 后来呢 真的是把我气疯了 然后呢 我感觉这里面应该有餐饮的 也有这个隔壁邻居的 找他们理论 他们把我拒之门外 然后不让我好好的沟通 我没办法 我找到物业 物业呢 最后说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只能你们自己去协商 我可以帮你上门 和你一起去协着协商 但是隔壁邻居同不同意 那我也没办法 看到没有 旁边隔壁邻居 还装了一个监控 在这上面 我也装了一个监控 这是我后来装的 我在这旁边呢 就是搞了一个铁架子 我不想让他再装多了了 这是我提前去24市场买的铁架子 这空调外机啊 看起来呀 非常的夸张 是吧 八个空调外机 他要吹多能啊 难道非常热吗 武汉也不顺利这么热啊 房间里面要这么多空调吗 也可能是他的房间里面比较大吧 真的是搞得我很无语 后来呢 实际上没办法 物业陪我一起过去了 也解决不了 后来我就去二手市场买了一个架子 把他空调外机 叫了一个起来 然后呢 把他管道都给他捡了 然后他知道不是他的吗 后来呢 隔壁邻居 眼看着家里的空调 开了温度 没有温度 这外面的风箱也不转了 他自己出来观察过吧 应该是 然后就找到我 然后说 让我赔偿给他 我赔偿不了 后来呢 他就找了 叔叔过来帮忙 叔叔呢 就直接说 这属于民事纠纷 你们自己协商解决 谁能提供这购买材料 这空调外机是谁的 后来隔壁邻居啊 他就把购买材料拿出来了 刚开始 你使不答应 使不承认 这空调外机是你的 后来呢 看到这种情况了 没办法了 才把这个证明拿出来 隔壁邻居的家里 有个小孩 二十多岁 他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 估计是他妈妈告诉他的 然后气不过 过来直接把我揍了一顿 趁网上 我刚下巴回来 但是我闻了他 身上一股酒味 然后第二天呢 我们的就去了医院 然后赔偿了我 五万块钱 因为把我打得可不轻啊 后来呢 我自己也抓了个监控 然后他说把这个空调外机 直接送一个给我 我当时也不想要 赔了钱了 毕竟是邻居 他赔偿我那个空调外机 然后呢 把空调呢 也赔给我了 还赔了我五万块钱 你说本来很小的事情 轻松就解决了 非要拖 非要搞成这样的悲剧 他也不知道 他儿子会这样做 太满撞了 然后呢 我赔了五万块钱给我 然后又把空调外机赔给了我 你说他们亏了还是赚了 把空调外机赔给了我